现如今,患各种癌症的人越来越多,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,在2012年全世界新增的癌症病例就有1400多万例,癌症的类型也有很多,如肺癌、胃癌、食道癌、肝癌、乳腺癌、脂肠癌、结肠癌等,每年都呈现着上升的趋势。 而发生这些癌症与我们的饮食有关,有的人隔几天就会吃一些致癌食物,还有的人甚至是天天都在吃。 那有的人说,致癌食物到底都有哪些吗?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,致癌食物之,酒精,酒精在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,俗话说五九不成习,但它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所类为癌症食物,可以危害我们人体多个器官,研发肺癌,枯膝刀癌,乙腺癌,节肢肠癌,膀胺癌等多种癌症,可谓是癌症的第一大帮手。 所以,限制酒精的摄入量,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,按酒精量来说,一般成年男性最大饮酒的酒精量建议不要超过25克,女性最大饮酒的酒精量则不要超过15克。 二,致癌食物之,加工肉制品,加工肉制品包括火腿肠,腊肉这些经过熏制,腌制的食物,很多人都喜欢买这类食品吃,不仅方便,吃起来也是十分美味,但是美味的背后可是会增加癌症的危险啊。 据一项调查三万多名,在35岁到69岁间的女性结果显示,这阶段的女性吃加工肉制品,要比很少吃加工肉制品人群,坏属性癌的风险,要增加64%左右。 而且,患结肠癌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。 三,致癌食物之,没变的花生和玉米,没变的食物里面都会存在黄蛆酶,而黄蛆酶可导致肝癌,以及肾癌的发生。 即使是一碗花生米中有一颗花生米坏了,也要把整碗的花生米扔掉,因为食物一旦被黄蛆酶污染,就很容易受到牵连,发生没变的现象。 所以,大家一定要注意,在吃食物之前,如果看见食物发生了没变,就一定不要再吃了,避免中毒。 四,致癌食物之,饮食过烫,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喜欢趁热吃。 但是,如果我们使用超过65度的食物,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食管道。 如果在超过70度的温度,坏食道癌的风险又会增加比6倍左右。 所以,在吃饭的时候,尤其是喝汤,吃碾条,一定要过后再吃,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食道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